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厕所 忽然间整个人绑下去 整条腰打到很痛 变成我就很勉强的起来 就爬到床上去 我是痛到不可以动了 然后我就自己弯一下 就拿了很多腰布 捏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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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忽然间我就觉得不可以这样下去 我要起来 然后起来就吐 流汗吐 吐了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去冲凉 冲凉凉出来 我就穿衣全部 我就去睡在床上 勉强的爬在床上睡了 但是不可以睡 很痛 过了明天 我有很多同事朋友打给我 我都没办法接电话 我就通到跟自己讲 连喝水都成问题 就那天挨过去 第二天我跟我自己讲 我起身 我冲凉 我换衣 我就说我要去看医生了 我知道我这次去一定完蛋 一定 医生一定写字叫我去住院 当我大处差不多要走的时候 张先生的老婆打电话给我 我说 干嘛你昨天没有接电话 我说我跌倒了 我连接电话的能力都做不到 所以我就全部的电话都没听 今天我稍微可以动一点 我起来 我要去看医生 他说不要看医生 不要看医生 我来载你 我来载你 我 张先生就来载我 他在楼下等我 当他的车爆住的时候 我想要伸手去开门 没能力 张先生下来帮我开门 我慢慢上车 去到他家 他就帮我拍打 手啊 脚啊 全部帮我拍打 拍打了过后 我感觉舒服得多 他就叫我拉筋 本来我一天可以拉40分钟了 变成20分钟我都做得很困难 很痛苦很痛 都很好 他们一家人都在帮我 帮我 度过这个痛苦 真的是这个痛苦 真的是 我以为我这次一定死定了 真的 当我做这个治疗啊 自己决定要这样做的时候 家人就反对 叫我一定要看医生 但我坚持都不看 当我一天一天这样慢慢好起来 到三个里 第四天我的动作就很好了 就可以稍微动啊 可以稍微趴下啊 张太太就问我 哇 你可以做这个动作啊 你好得很快 但我就很开心说 不要紧我努力 拉筋跟拍打 今天会终于好转复原了 很快就可以走动了 好像好像很好 做得很好啦 所以我感觉拉筋拍打真的是很好 OK OK OK